我扶起摔倒的老人 他儿子赶到后 老人却说是我推的他 老人儿子把我怀孕的老婆很推在地后 两人扬长而去 他们以为我好欺负 却不知道我曾承包过煤矿 黑的白的经历过无数 最擅长的就是整人 我叫齐正君 今年五十岁 是一名房地产商人 说实话 我干房地产属于迫不得已 因为我在二零一零年以前 一直是在内蒙包煤矿 手底下有几十名矿工 但进入新千年之后 上面对煤矿行业查得越来越紧 我又开的是黑煤窑 没有开采资质 苦苦支撑了十年后 我将煤矿盘给一名温州商人 带着手底下几十个兄弟 用转矿的钱 开了现在的地产公司 仔细想想 开煤矿跟做房地产 其实差别不大 我基本上还是做包工头 煤矿行业最在意的就是安全 最怕的就是他方 我干煤矿将近二十年 只出过一次事故 现在想起来 那个被埋在井里的兄弟 我仍旧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 因此公司开业的第一天 我跟底下那帮矿工兄弟训话 你们不要以为 现在自己带队伍了 就对工程掉以轻心 以后谁负责的区域 房子出了问题 他就不是我的兄弟 他是盖了几年房子 因为房子质量过硬 公司很快声名远播 加上十年后房价飙升 我的身家很快过了十亿 不过 这还不是让我最开心的事 我最得意的是 是在五十岁这一年 让我老婆成功怀了孕 准确地说 是我二婚的老婆 我之前结过一次婚 也差点有了孩子 可就在孩子 还有几个月 便要出事的时候 矿上出了人命 前妻以为我 马上要坐牢 竟然很下心把孩子留掉 把当时矿里账上的钱 全部卷走 从此杳无音讯 那年是一九九七年 前妻以为我没个十几年 肯定出不来 她却不知道 因为我勇于承担责任 砸锅卖铁 也要赔付家属 人家家属心满意足 根本没报警抓我 经此一事 我对女人心灰意朗 虽然仍旧找乐子 也对扑上来的女人 来者不拒 但再也没起过结婚的念头 直到我四十七岁那年 遇到来公司应聘的老婆 我建设企业 当即把她留在身边当秘书 不过真正让我下定决心 非她不娶的原因 却并不是她的美貌 而是她待人的态度 面对公司高管 她毫不谄媚 而面对满身泥灰的建筑工人 她也能弯下身子 平等以待 我好几次去工地视察 她都自费给工地上年纪 最大的几个工人 买了面包和矿泉水 说到年纪 我其实有点惭愧 我老婆测出怀孕时 刚过完三十岁生日 傍晚 在家躺了一天的老婆 跟我说 想吃车梨子 我刚想下楼去买 老婆却说她在家闷得难受 想跟我一起出门 顺便散散步 没办法 我只能拉着她的手 担惊受怕地出了门 本来打算去超市 没想到路上 就有卖车梨子的小摊 老婆生性节俭 见摊上的车梨子 一百块钱三斤 当即就走不动道了 买了二百块钱的车梨子 我递给摊主一根烟 然后对着老婆玩笑道 那胖妞 滚远点 老婆看看 我手中的打火机 冲我翻了个白眼 随即坐到一旁 摊主的马扎上 我先给摊主点着烟 又点上自己的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 从车梨子的收成 聊到市面上的水果价格 很快聊到通货膨胀 和国家的经济政策 说是聊天 其实不过是 想让老婆多透透气罢了 眼见落日将近 摊主准备收摊 我和老婆也准备回家 这时只听砰的一声 只见马路对面 一个老人倒在路面上 身上压着一辆电动车 老人挣扎着想要爬起 却被电动车压得动弹不得 我放眼望去 看到老人四周 没有别的车辆 显然是他自己摔的 老人这一下摔得挺重 右侧额头抢在地上 血流不止 老人的整个右脸 很快被鲜血覆盖 眼见的周围人来人往 却没有一人对老人施以援手 只是有几个路人 拨打了报警电话 我不由得佩服起如今的人来 在如今部分老人黑白不分 恩将仇报的大环境下 虽然善良是应该的 但前提是要保护好自己 只是路人可以袖手旁观 我老婆却看不下去了 拉拉我的衣袖 老公 我们把老人家扶到路边去吧 路上这么多车 太危险了 我看着一脸焦急的老婆 无奈点头 尽管准备扶老人 但我如今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包煤矿那些年 各种黑的白的 真的假的 好的坏的事情 我经历过无数 自然不会像老婆那般不安事事 我先是把手机调到录像模式 然后递给卖车离子的摊主 让他全程录像 这才过去 先是拉起老人身上的电动车 然后扶起老人 将老人扶到路边坐下 我问老人要来手机 给他通讯录里的儿子打了电话 等了15分钟 老人儿子终于赶到 只见老人儿子踢着寸头 下身穿着短裤 上身白色紧身背心 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项链 肚子比我怀胎五月的老婆 知大不小 俨然一副爆发户的形象 一见老人满脸是血 又看到我和老婆 站在老人身边 爆发户指着我的鼻子 草泥马的 是不是你撞的我爹 听到爆发户的话 我第一时间去看老人的反应 却发现老头只是低着头 嘴里哼哼唧唧 却不替我们澄清 我老婆却看不了 我被人骂 挡在我身前 声音愤怒 你有没有家教 不问青红皂白 上来就骂人 你爸明明是自己摔倒的 要不是我们好心扶他 他现在还躺在大马路上呢 不信你问你爸 我告诉你 要是你爸说他是自己摔的 你必须给我们道歉 说完 我老婆鼻中喘着粗气 胸前起伏 显然是对我被冤枉 感到十分愤怒 爆发户听了我媳妇的话 魂不在意地冷哼一声 我道你妈的歉 人要是你们撞的 我要你们赔得倾家荡产 说着爆发户走到老头身前 言语中丝毫没有对父亲的尊重 老东西 你说是不是跟上次一样 是他们撞的你 这一个月都撞两回了 一会又得带你去医院 你说你怎么不死去啊 一天天的尽给我添麻烦 听到爆发户的话 我不由得叹口气 因为从他聊聊几句话中 我意识到今天的事 恐怕很难圆满解决 因为首先爆发户在大庭广众之下 对他爹尚且语气不善 态度如此恶劣 可想而知 老头在家里 受的是什么待遇 怪不得老头 先前在他儿子刚来时 只是低头不语 就他儿子这种态度 老头怎么敢说实话 但随即我又想到 恐怕事情还没那么简单 老头估计 不光是不敢说实话 恐怕还会为了保全自己 诬陷我们 甚至爆发户口中的上次 估计也是 跟我们同样的情形 果不其然 老头听到儿子的问话 嘴角吸动了几下 随即低着头 哼哼唧唧地开口 小伙子不看路 把我碰倒了 听到老头的话 我老婆气得眼瞪得像牛蛋 但还不等他先开口 爆发户便一个箭步冲过来 揪着我的衣领 草泥马的 你还有什么话说 今天要么掏十万块钱 当我爹的医药费 要么就跟我去公安局 我老婆看我一个半百的人 马上要挨走 急得尖叫着冲过来 你干什么 放开我老公 我冲着我老婆一百手 然后抓住爆发户 放在我胸前的手 一点点按下去 兄弟你先别急 看个视频再说 说完 我冲不远处的摊主招招手 摊主过来 先是把手机交给我 接着便战红着脸 沉默不语 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只是一个卖水果的 不愿汤这浑水 给自己惹麻烦 于是我善解人意地 拍拍他的肩膀 大哥 天不早了 赶紧收摊回家吧 摊主听到我的话 仿佛得到了免死金牌 三步并坐两步 快速收了摊位 电动三轮车开得飞快 很快消失在道路尽头 原本能够坐正的摊主走了 但好在 我让他拍了视频 我把手机递给爆发户 老人家 没事吧 咱们去路边坐着吧 这里太危险了 大爷 先别管 你那电动车了 那车还能自己跑了呀 老婆 你也慢点 肚子这么大了 视频里我和老婆的对话 虽然因为拍摄者距离较远 显得不那么洪亮 但还是异常清晰 老头明显是没想到 我还有这么一招后手 坐在路边的他 脸色瞬间羞红起来 短短几十秒的视频 很快播放完毕 可谁知爆发户 看完这证据确凿的视频 却是冷笑一声 哼 你给我看这视频什么意思 谁知道 这是不是你把我爹撞倒之后 为了糊弄我故意拍的 文言 我无奈摇头 心里不禁为自己让摊主收摊 回家去的做法 感到极其的明智 就爆发户这种人 哪怕是摊主站出来作证 只怕他也会认为 摊主跟我们是一伙的 而直到这时 我注意到我老婆脸色煞白 显然是头一次意识到 这个世界没他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再说了 人不是你撞的 你为什么要服 还不是心里有鬼 刚才我爹说的明明白白了 就是你们撞的他 看在你们没有逃逸的份上 我说一个数 八万 行就掏钱 不然我就报警了 爆发户一副吃定我的表情 不过他的话倒是提醒了我 那就报警吧 说着 我伸手 想要拿回爆发户手里我的手机 爆发户却把手一甩 躲过我的动作 你一个肇事者牛什么 要报警 也应该我来报 爆发户说着 一把将我的手机摔在地上 我的最新款苹果手机 立刻摔得四分五裂 你们 太不讲理了 凭什么摔我老公手机 那不顶配的苹果手机 是我刚跟老婆确定关系时 她用自己一个月的工资 给我买的 因此 看到我俩的定亲信物 变为一堆碎片 我老婆眼眶瞬间就红了 不顾自己有孕在身 老婆艰难地弯下身子 剪着地上的手机碎片 不知是因为愤怒 还是委屈 大科的眼泪顺着眼角落下 我看着老婆这样 心里也着实不好受 扶起老婆 我揽着她的肩膀 轻声安慰 没事啊 手机 咱们再买 别伤了身子 那边 爆发户添油加醋地打着电话 我却不由地陷入思索 说实话 别说只是一部手机 就是爆发户这种人 和他们父子今天所做的一切 我也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早年包矿时 比今天委屈一百倍的罪 我也曾经受过 我之所以跟爆发户纠缠 而不是让公司的法务过来处理 纯粹是想让单纯的老婆 能够看清这世界上的一些人和事 让她知道这个社会 没她想象的那么美好 因为很明显 我比她大二十岁 以后肯定是要比她先死的 她现在经得是越多 处理各种棘手事情的经验越足 以后就越能独当一面 不然 我前脚走了 后脚留给她的遗产 就让人骗得一干二净 那时 老婆人到中年 和孩子再没有钱 可就太操弹了 是谁报的警 正当我沉思之际 一个厚重的男子声音将我惊醒 只见远处 一个国字脸 穿着鼻涕警服的民警 带着一名扶警走了过来 爆发户见民警过来 瞬间没了先前的跋扈 嘴角堆满笑容 冲着民警迎了过去 哥 是我报的警 民警先是看一眼 仍旧坐在路边 面部血迹已经干涸的老头 又看看我和老婆 你们三个 出示一下身份证 我和爆发户 把身份证递给民警 我老婆没带证件 报了一下身份证号 民警查看完证件 把身份证还给我们 这才带着怀疑的目光 上下打量了一下爆发户 你说 你爹是被他俩撞到的 他们还主动联系你过来 爆发户还没听出 民警语气中的嘲讽 还在自顾自的添油加醋 是啊 我也不知道这俩小臂 嗯 民警冲着爆发户一瞪眼 爆发户赶紧改口 谁知道这俩人心里咋想的 不过我问完我爹了 人就是他们撞的 但是 他们两个臭不要脸的 撞了人还不想赔钱 哥 你说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老婆听到爆发户 此刻还在信口雌黄 气得浑身发抖 冲着爆发户大叫 你爸明明是自己摔倒 是我们把他扶起来的 你不要诬赖好人 爆发户眼一瞪 死三八 你鬼叫什么 撞了人还不承认 迟早得流产 闭嘴 听见没有 尽管民警 及时叫停了爆发户的咒骂 老婆却仍被气得牙关紧咬 眼泪也再次不自禁地流下 而听到爆发户的话 如此恶毒 原本没将这是放在心上的我 此刻心里也不由地浮上三分怒气 心里想着 回去之后 得找人整一整嚣张的爆发户 那边 民警似乎也不喜欢满嘴喷沸的爆发户 与其中 带着几分不耐烦 我告诉你 你爹到底 是不是被人撞倒的 不是你说了算的 民警很明显 不是第一次处理类似的事情 熟练地给辅警下命令 你去附近的交警队调取一下事发时的监控 辅警骑着摩托车 一路风驰电车地离开 民警则走到我和老婆身边 拍拍我的肩膀 放心吧 附近监控设备完善 不会让好人受委屈的 等了不到十分钟 辅警便打着警报灯再次出现 下了摩托车的辅警 把一部手机递给民警 民警看了一眼手机 又把手机面向爆发户 你自己看 我和老婆赶紧快走两步 也来到民警面前 只见他手中的手机里 监控摄像头拍得一清二楚 老头载过红绿灯路口时 红灯亮起 老头刹车后没有站稳 自己摔倒在了路边 眼见的真相大白 爆发户额头冒出几滴汗珠 随即转身 抬脚就要踹坐在马路牙子上的老头 你个老逼灯敢骗我 只听民警一声大喝 住手 爆发户赶紧停住 转过身时 已是再次满脸堆笑 当着我们人民警察的面 你还想动手不成 爆发户点头哈腰 不敢 不敢 民警冲着爆发户 力声训斥 下次再赶报假警 你就跟我到局里去 说着 民警又面向我和老婆 监控证明 王彪的父亲戏 自行摔倒 与齐政军 李约二人无关 齐政军等人 不负赔偿责任 此事件事实清楚 证据明晰 两方有什么意义没有 那边 爆发户赶忙点头 没意义 没意义 正当民警准备离开之际 原本贪倒在我怀里的老婆 却突然开口 我有意义 民警转过身来 问我老婆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我老婆迎牙紧咬 指着王彪 她不光诬赖我们 还用那么很多的话 骂我和宝宝 我要她道歉 王彪听到我老婆的话 面色铁青 但民警却点点头 面向王彪 你因为莫须有的是骂人家 不应该道歉吗 见王彪没有反应 民警冷哼一声 那你就跟我到局里坐两天吧 见民警动真格的 王彪这才面色油轻转红 从牙缝里挤出来几个字 对不起 行了 天色不早了 都别在这晃悠了 赶紧回家 别给我们添乱 说完 民警跨上摩托车 在轰鸣声中 一路而去 见事情了结 老婆明显是被伤了心 正脱我的怀抱 独自一人往家的方向走去 正当老婆 走到王彪身侧之时 我却注意到 王彪表情阴狠 鼻孔中呼吃作响 心里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 只听王彪嘴里 恶狠狠地咒骂 臭婊子 敢婴老子 你是不想活了 话必 不带我老婆反应 一把推在我老婆肩上 我老婆怀着孩子 也不过一百来斤的体重 哪里承受得起王彪的力气 身体打个猎切 便一步步往后退去 眼看便要摔倒在地 我瞬间五内如焚 这么大的推力 我老婆这一下 如果摔死 孩子肯定是保不住了 千钧一发之计 我使出吃奶的力气 拔足狂奔 终于 就在我老婆 仰面跌倒之时 我一个愚愿 扑到我老婆身下 老婆跌倒在我身上 我趁势 把她牢牢搂住 哎哟 尽管由我做肉垫 减少了大部分冲力 但老婆仍是捂着肚子 疼得叫唤起来 我来不及多问 抱起老婆 便向最近的医院冲去 当我跑到路口 猛然回头 只见马路边上的王彪 和他爹 正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 医院 妇产科的女医生 走出病房 满头大汗的 我赶紧迎上去 大夫 产妇怎么样了 孩子有危险吗 医生上下打量我一眼 话音轻柔 你是产妇的父亲吧 产妇和胎儿都没事 得亏送来得及时 要是再晚点 听到这里 我长出了一口气 感觉压在身上的万金大山 瞬间烟消云散 但随即 我又感到一阵后怕 医生的话虽没说完 但他的意思 我又岂会不懂 若不是我腿脚快 只怕在我如今 已于半百的年纪 将会第二次 失去自己的孩子 病房内 病床上的老婆 显得有些憔悴 我看他一眼 发现他 也在望着我 但我俩却默契地 都没说话 我走到病床边 给老婆包了个橘子 递给老婆 老婆却摇摇头 眼神中满满的都是后怕 看着老婆未切的神情 我只觉得胸中怒火 即将喷涌而出 但在老婆面前 我尽力保持沉稳的语调 我给咱妈打了电话 这几天她来陪你 老婆文言 瞬间面露担忧之色 你要干嘛 孩子还有几个月 就要出生了 你可千万不能干傻事 我努力挤出一个 难看的笑容 想什么呢 公司出了点事 我必须回去处理 病房门口 看着冲我挥手的老婆 我冲她微笑 但转身的瞬间 阴云便浮现在我脸上 已经很多年 没人敢找我的麻烦了 我回想起这些年来 一个个仇人的下场 回过神来 却看到病人和护士 一个个都用奇怪的眼神 看着我 我这才意识到 我嘴角的笑容 究竟有多争鸣 那一刻 我心中逐意已定 我要让王彪和他爹死去之前 受尽天下最大的苦痛 回到公司 会议室中 公司为数不多的大学生 高管张涛 手里已经拿了一份文件 见我进来 张涛赶紧起身 齐总 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先前民警查看 身份证的时候 我特意看了一眼 王彪的身份信息 病房外面等待时 我将王彪的信息 发给了张涛 那小子是本地人 42岁 已婚但是没有孩子 在文化东路 开了一家海鲜店 风评不是很好 经常因为缺精少两 跟顾客发生矛盾 听到这里 我心里已经有了计划 白手打断张涛 随即将计划 唯唯到来 你明天这样 四日 从公司出来的张涛 身上一身名牌西装 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俨然一副 职业经理人的样子 见到我 张涛直指 自己胸前的领带 示意针孔摄像头 没有问题 我点点头 心想 如果王彪不贪还好 但凡他有一丝贪念 必然死无葬身之地 彪子海鲜馆 电脑屏幕上 是琳琅满目的高档海鲜 从三文鱼 到帝王蟹 奥龙 应有尽有 从摄像头中 可以看到张涛 在巨型鱼缸旁边 不停地转来转去 嘴里嘖嘖有声 俨然一副不满意的样子 演得还真像 我心想 计划如果成功 得给这小子生副总 我说兄弟 你都看了半个小时了 到底买不买啊 王彪的声音 从一旁传来 我瞬间感觉 头发根根直立起来 喝了一口冰水 这才把胸中的火气 压了下去 买 当然买 张涛语气轻浮 话里话外 都透露出土豪的气质 不过 你这里的奥龙也太小了 就没有大点的吗 王彪似乎也被张涛的气势 唬住了 愣了半天才开口 你想要多大的 张涛满不在乎的开口 也不用太大 四五斤的就行 王彪文言 估计以为张涛在装十三 我说兄弟 做人不要太嚣张 你知道五斤的进口 奥龙要多少钱吗 说着 王彪竖起五根手指 最少这个价 见状 我不由的感慨 这王彪果然是个奸商 奥龙按现在的市场价 五斤最多也就三千块钱 可他却敢开价五千 这一下子 就是近七成的利润 王彪本以为张涛会知难而退 可谁知张涛却突然来了脾气 我说哥们 看不起谁呢 我别的玩意没有 人民币要多少有多少 就五斤的奥龙 给我先来一百只 一百只奥龙 估计王彪的店 从开业到现在 也没卖出过这么多 透过摄像头 我看到王彪两眼 瞪得跟驴蛋似的 刚想说什么 却被张涛打断 只见张涛掏出一张信用卡 在王彪面前晃来晃去 愣着干嘛呀 拿POS机过来啊 王彪这才如梦初醒 等到POS机显示 五十万已经到账 王彪已经完全换了一副嘴脸 哥 你是我亲哥 早知道哥你这么有实力 弟弟哪敢跟你开玩笑啊 王彪明明比张涛至少大十岁 却恬不知耻地自称弟弟 真是有钱便是哥 张涛的表演也越发精湛 声音中透出 是金钱如粪土的富二代气质来 哎 这么点钱 洒洒水了 龙虾给我装好 送到这个地址 别忘了嘉宾打仰啊 张涛把一张写着公司地址的纸条 递给王彪 随即哼着哥 晃晃悠悠地离开 尽管看不到王彪的表情 但我猜测 他现在一定既开心又兴奋 王彪不知道 他开心不了多久了 当天下午 王彪开着货车 亲自把一百只澳洲龙虾送到公司 保安帮着把货卸到公司仓库 当天晚上 公司食堂加了一道硬菜 我特意把附近工地的一群建筑工人 叫来公司一起吃饭 有建筑工啃一口龙虾 不禁感慨 这么大个的龙虾 怕不是把龙王爷的虾兵捞上来了 四日一早 彪子海鲜馆 只见王彪双眼大睁 下巴险些掉在地上 啥 再要一千只澳龙 哥 你到底是干啥的 只听张涛语气中满是不耐烦 我干啥的不用你管 你就说能不能卖吧 不能我找别人 电脑屏幕上 我看到王彪没有立刻开口 面上阴晴不定 显然内心正在天人交战 两久 王彪试探着开口 能卖是能卖 可我一时间拿不出这么多进货款 哥 你看能不能先交钱 我再给你供货 只听张涛冷笑一声 你真当我是冤大头啊 五百万今天给了你 你明年卷钱跑路了 我怎么办 说着 张涛往桌上扔下一只手提箱 这是五十万订金 剩下的 等你把东西送到 在一起给你 张涛说完 转身就走 一只手误然出现 险些将摄像头碰掉 得亏张涛走位灵活 一个彻步及时闪开 只见镜头中 王彪一脸卑微 哥 我跟你交个底 算上你昨天给的货款 我最多能拿出来二百万 这点钱进货都不够 哥 要不你这次少拿点货 先拿五百只 我给你便宜点 按四千八百给你 等我周转过来 我立刻再进五百只下 到时候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 你看行不行 王彪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但我打的就是一个资金差 又怎能让王彪如意 果然 张涛不屑地痴笑一声 五百只 你想的倒是挺美 我手底下人不够吃的 肯你啊 接着 似乎是受不了王彪的一脸苦相 张涛声音既不耐又无奈 卖个碧海鲜 磨磨叽叽的 我真服了 然后丢给王彪一张名片 我哥们 专业做商业贷款的 报我名 好使 不要你利息 说完 张涛再次哼着哥 晃晃悠悠离去 直到走出大门 只听王彪声音中满是焦急 不是 哥 报你名 你倒是告诉我 你叫啥 早上张涛走之前 在海鲜店门口的树上 也装了摄像头 因此中午时分 当我看到一身白色西装 戴着墨镜 竖着中分头的膏子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进入海鲜店时 我差点一口茶水喷了出来 我昨晚虽然给他去了电话 让他除了尽量看起来文雅点 造型随意发挥 却没想到 他会这么随意 膏子 本名刘膏 是市里为数不多几个做高利贷的 除了膏子 他还有个外号叫刘三手 因他下手狠 下手阴 下手锁得名 如果说膏子的造型 已经让我大跌眼镜的话 那膏子一开口 我更是哭笑不得 王老板你好 我系张涛的朋友 雷叫我小刘就行 这货竟然自作主张 给自己安排了个广东人的人设 莫非在他眼中 广东人就等于文雅 见金主到来 王彪连忙伸出手 你好 刘哥 幸会幸会 膏子听王彪拽词 心想 自己也得发挥一下 王老板 咱们这可真是 真是 膏子本想说 他和王彪一见如故 但只伤到小学三年级的他 哪里会什么成语 憋了半天 才终于憋出一句 咱俩可真是王八看绿豆 看对眼了呀 听到这句四六不着调的话 电脑后面 生怕膏子破坏计划的我 此刻气得咬牙切齿 索性似乎是膏子也知道 再扯下去 就得露线 赶忙打开手提箱 露出里面的一百万现金 和一张借贷合同 膏子把合同递给王彪 王老板 你看看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咱们就签合同吧 因为 你是张哥的朋友 利息我只收你一个点 够意思吧 王彪假笑着 敷衍地点点头 虽然膏子的表演 啥也不是 但合同却被我公司的法务 拟得非常专业 因此 王彪只是来回看了几遍 便在合同上签了字 看到这一幕 我嘴角不禁露出微笑 因为王彪签下名字的那一刻 他就已再没有翻身的机会 后面的事情就很简单了 当王彪载着他全部身家换来的龙虾 来到公司楼下时 他万万想不到 昨天还和颜月色的门位 今天却突然换了个嘴脸 别说帮忙卸货 就是门也不让他进 王彪说是张涛让他来的 门位却表示 没听说过这个人 折腾了足足两个小时 面对着油盐不进的门位 王彪只能从哪来 回哪去 而等他回到店里 膏子和小弟们 已经早早等在了那里 全副身家 都已经变成了龙虾的王彪 自然拿不出钱来 膏子一点也不客气 先是和小弟 狠狠打了王彪一顿 直接打掉了他两颗门牙 临走之前 膏子让王彪三天之内 把钱准备好 不然就要剁他一根手指头 第四天 我得到消息 王彪发动全部人脉 三天时间 也只见价 卖掉了五十多只龙虾 第四天 眼见膏子要来找麻烦 钱却还没凑齐 王彪心一横 抛下妻子老爹 带着卖龙虾的那十几万 一张机票 逃去了越南 办公室里 对面坐着的男人 替着光头 身材健壮 胳膊上苗龙画虎 眉目之间满是力气 他叫孙鲍 二十年前被埋在矿井里的 正是他的哥哥孙龙 当初他跟着他哥 一起在我的矿上干 不似孙龙沉稳的个性 孙鲍三天两头的 跟其他矿工打架 如果不是他哥求情 我早就开了他 后来孙龙出事 我砸锅卖铁 赔了孙家一百万 那可是九十七年的一百万 有了这笔钱 孙鲍不出意外的 选择了辞职回家 但后来我听说 孙鲍迷上了赌博 很快把那一百万挥霍一空 孙鲍的爹知道之后 只因为骂了孙鲍两句 便被孙鲍拿刀捅成了重伤 一直到两年前 孙鲍才被放出来 孙鲍出来后 他爹已经死了 他因为有案底 找不到工作 后来他不知从哪 得知我成立了新公司 找上门来管我要钱 说当年他哥的事还没完 不给钱就去公安局告我 我也想过报警 但当时我老婆刚怀孕 我生怕他有个闪失 只能忍下这口恶气 让会计每个月 给孙鲍三千块钱 我本以为 这注定是比赔钱买卖 不想今日孙鲍竟派上了用场 望着对面吐出一口烟雾的男人 我把一张银行卡推过去 卡里有一千万 完事之后 在越南娶个媳妇吧 以后别跟人打架了 孙鲍很吸一口香烟 点点头 半个月后 我收到一个海外号码发来的短信 了静甘斋惊已关起 我叹口气 取出手机卡 扔进壁炉中 王彪逃往越南后的第二个月 王彪老婆收到一条彩信 图片中是一具赤裸的男人尸体 尸体上 有着一条从胸口 一直延伸到肚脐的风险 王彪老婆看到照片后的反应 不得而知 只知道 她赶在高子去法院 申请冻结王彪的资产钱 高子最后 只得到了一货车的澳洲龙虾 把彪子海鲜店赚了出去 带着钱 从此再无踪影 不过王彪老婆 也并非全无人性 她临走之前 把已因脑溢血 瘫痪在床的王彪父亲 送进了市区的一家养老院 并一次性缴纳了五年的费用 王彪他爹的脑溢血 并非无迹可循 两次因为手抖 摔下电动车 便是先兆 如果老头能诚实一点 把真相告诉家里人 也许不会落到如今的下场 不过现在倒是方便了我 当然我也没做什么 只是花了十万块钱 让养老院的护工 在每天的饭店 往王彪他爹的饭里 加点厕所里的东西 伟大的病魔 彻底摧毁了变坏了的老人 现在 老头再也不能诬陷别人了 庆祝老婆出院 我带着他 一起去吃小龙虾 我包虾的时候 老婆面带担忧 小嘴张了几次 才终于开口 老公 听说上次推我那人 他跌堂患了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你找人做的 我包下最后一片虾壳 定定地 看着老婆的眼睛 我就一个商人 哪这么大能耐 老婆还想说什么 我直接打断他 食不言 寝不语 虾都快凉了 张嘴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